其實我蠶妝也有分淚眼和笑眼 所以我要做韓妹的第三集 就會示範Tiara裏面的寶藍 她那個楚楚可憐的我蠶妝 如果時間許可的話 當然要先敷一塊面膜 這個是肌美精的保濕面膜 乾性、中性、敏感性都適合用 它的特點是有25ml的精華液 所以可以塗上頸和身體都可以 用後感是蠻滋潤的保濕 所以柔性肌要注意看合不合你 它還有美白系列的 但我未用 遲些再分享 敷完這面面膜 我就會直接上粉底 因為它比較滋潤 所以不會起擦膠碎 另外我不想塗太多防曬 或者隔離箱等等 我就會選擇 混合這些功能的底妝 我用的是天然礦物的BB Cream 基本上它的質地一點都不濃 還非常之容易推 一些基本的泛紅位都可以遮到 但如果你說暗瘡印的話 就要另外上遮瑕膏 我會選擇 平常都不喜歡用碎粉的我 我也想用這個碎粉 因為它有一點點閃粉 所以看起來皮膚會看起來更好 但也不要上那麼多 你看我上一段影片也有用的 眼妝的部分 我都看起來很濃 所以我都跟著做 就是先畫上內眼線 之後再用一個 扁一點的斜角掃 點一些黑色的眼影 沿著你上外眼線 那條線拉直 微微向下碎 粗幼都沒有什麼特定的 你順手就可以了 而下眼眉的三角位 就用深啡色來填滿它 這樣就做到一個 比較有寒微一點點的眼妝 當我剛剛收到這支臥蠶筆的時候 我就在想 是不是真的需要 用一支臥蠶筆去化臥蠶妝呢 其實之前就用一些眼影代替 但用上這支真的超級方便 因為它有一個彈弓頭的位 那它的蓋子呢 是有些眼影在裡面的 我就覺得它跟我平時用的眼影不同 因為它是 保持得很久很長的 平時如果你畫眼線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紅貓眼 但用這個 輕輕化在臥蠶的位置 其實基本上這條眼線呢 是可以保持得很久 它有金色和粉紅色的 但我覺得粉紅色是比較自然的 但我這次想突出那個淚眼 所以就用金色來示範 上一條影片就已經示範了粉紅色了 在這條影片裡 就在這條影片裡 你會看到這個淚眼線 有些人的筆紅色 我會看到這個淚眼線 有些人的筆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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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筆紅色